因为爱他所以希望他幸福,不是吗? 今天的第一杯咖啡来自于目前泰国迅速繁殖的连锁品牌Fresh 前几天在这里也吃到了杭州纵火案男主的瓜 对于此事丁丁有自己的解读 考虑再三还是趁着喝咖啡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随着男主宣布再婚生女 似乎过去所有支持过他的人全部对他因爱生恨 大家都恨他对王妻情深义重的假人设 好多女性都站出来说 女孩们对自己好一点吧 男人靠不住 杭州纵火案是给天下的女人上了一堂课吗? 未必 其实是给世人上了一堂课 如果有一天我不幸遇到意外临时 我希望我爱的男人可以尽快走出失去我的悲痛当中 可以尽快重新开始事业 可以尽快找到一个和我一样爱他 甚至比我更爱他的女人 幸福相守一辈子 至于财产和赔偿款 我希望是分成三份 一份给父母 一份给子女 一份给爱人 如果他再婚不想带孩子 把孩子留给父母带 也是可以的 把孩子的那份给父母 人生匆匆几十年 无非是情和钱 意外离世交代不了感情 也安排不了钱 拥有的也享受不了了 亏欠的也不用偿还了 唯有让活着的人 带着一颗温暖的心 继续在这个世界上 带给周遭的人和社会 以温暖和正能量 做更多的好事和贡献 才是最重要的吧 就想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跟女主和我一样 最爱的不是男主 而是自己的父母 所以他只要料理好我的父母 其他的保护不重要 所以这个世界啊 是教会天下人 一定要活在当下 爱就好好爱 不爱请珍惜 不要伤害 爱与被爱都是当下 可能下一站都是默然 那我们的下一站 肯定是好吃好喝的呀 我是丁丁 让你多一个角度 认识泰国 欧洲斯拉